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大家都在问 为什么这次任总怎么没有出来机场迎接孟晚舟 相较于国家级媒体 华为官微也低调的出奇 为对孟晚舟回国进行播报和发表评论 仅发布了几条技术播报新闻 任正非难道不想念女儿吗 非也 孟晚舟回国不光全国人民开心 作为她的父亲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更是难掩兴奋 在网上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中 任正非谈到刚刚归国的女儿孟晚舟时 掩藏不住笑容 一边挥手一边激动地说 文件上经常说这个名人说这个话 这个名人是谁 孟晚舟 孟晚舟怎么不是名人呢 这是全世界的名人 没人不知道 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 任正非面对被困在加拿大的孟晚舟 还是很从容 孟晚舟归国前 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在正常的历史长河中 磨难都会出英雄 孟晚舟今年的磨难 也会对她的意志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财富 任正非还说 孟晚舟回国后 还会继续担任华为的CFO 只不过这个CFO意志会更坚定 但作为领导者 华为是任正非不能退的压仓石 任正非知道 孟晚舟身上承载着的使命 美方曾试图拿孟晚舟当作筹码 借此要挟华为在5G技术方面妥协 对此任正非曾表示 她不会放弃华为与国产芯片 宁愿自己的女儿多受一点罪 她在接受采访谈及女儿时 严寒热烈地说 我已经做好了此生见不到女儿的准备 女儿孟晚舟回来了 但华为的困境并没有解除 更大的危机可能很快就要到来 对于任正非来说 说胜利还早 甚至谈不上胜利 任正非面临的压力 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她曾经表示过 自己不会因为私人的事情 损害国家的利益 有观察者敏锐地察觉到 在从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 离开到落地深圳 十多个小时里 孟晚舟共发布两个讲话和一篇感言 这三篇文章里 都没有刻意强调 华为在事件中的作用 比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演讲中 孟晚舟甚至连华为一词都没有提到 而是用股东公司等代替 这种连续性表达背后 当然有复杂的公关考量 实际上 纵观整个孟晚舟事件 华为的表现无异于一堂大师级的公关教学 对于华为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任何核心高管 不论是被扣留或者逮捕 都足以达到其危机预案中最严重的级别 且孟晚舟还有极特殊的身份 她不仅是华为的副董事长CFO 还是创始人任正非的长女 更加不可忽视的一点 华为并非普通的企业 它还承载着中国人浓厚的民族情感 被视为中国崛起的重要象征 三者叠加起来 使孟晚舟事件迅速超出商业余境 同时成为涉外事件和国际政治事件 这样复杂的属性几乎将华为推到悬崖边上 走错任何一步都可能承受难以想象的损失 可以看到 从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扣留的那一刻开始 华为即始终保持着冷静与克制 即未向加拿大方面公开发难施加压力 也没有愤怒地指责美国长臂管辖 事举两立 2018年12月6日 这是孟晚舟被加拿大扣留 遭媒体曝光的第一天 华为当天即发表声明 近期 我们公司CFO孟晚舟女士 在加拿大转机时 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 美国正在寻求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 面临纽约东区未指明的指控 关于具体指控提供给华为的信息非常少 华为并不知晓 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 公司相信 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 会最终给出公正的结论 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包括联合国 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 和制裁法律法规 注意其中精妙的公关话语 专业克制又免力藏针 首先声明形容这是扣留而非逮捕 前者暗示加拿大的行为 可能是法律行为 也可能是政治行为 可能是合法的 也可能是非法的 其次 纽约东区未指明的指控 进一步暗示 美国在背后发号施令的不正当性 再次 关于具体指控提供给华为的信息非常少 华为并不知晓 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 这暗示华为处于信息不对等的弱势一方 而并不知晓有任何不当行为 则给华为留下灵活转环空间 其次 公司相信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 最后这句表述则展现出 华为在业务合规方面的自信 及其冷静专业的态度 稍后于当年12月12日 在孟晚舟的保释申请得到批准后 华为再次发布声明 行文同第一则声明一样 既为情绪化的渲染愤怒和悲情 也没有诉诸公众情绪和民粹 而是尽最大程度在商业伦理原则内行事 只把自己视为一家公司 而不是自行同国家民族等做捆绑 而在孟晚舟归国当天 华为公司的声明更只有一句话 我们期待孟晚舟尽快安全回国 与家人团聚 华为将继续在美国纽约 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司诉讼中 维护自己的权利 依旧保持高度克制 未留出任何情绪 有评论人士指出 如果华为站在被伤害者的角度 做出情绪化表达 很容易获得更多的同情与呐喊助威 但在实际操作中 华为却将此事 放进了纯粹理性框架之中讨论 控制了叙事中的情感力量 这是华为在事件中 得以始终保持 其所希望树立的专业形象 没有过度超脱商业和法律语境 只在技术层面和国际法意义上 做出回应 在商言商 精准拿捏住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没有被各种无意问题解决的 激烈情绪所裹挟 更进一步 华为在孟晚舟事件中的优秀公关 也为大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提供了一个成功样板 一旦发生类似事件 需要兼顾国内国外两大市场的情绪和需求 如何处理 又如何避免被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 诸如此类难题 华为的教科书籍表现应能提供部分答案 根据任正非自述 他的父亲任牧生是黑五类 多次被红卫兵披门 在经济最困难时期 家中的粮食都必须精算 正值青少年的任正非不敢多吃一口粮食 因为他多吃了一口 可能就会有个弟妹饿死 任正非后来从军 以减轻家中经济负担 也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女人孟军 与黑五类出身的人正非不同 孟军可是跟着苗红 父亲孟东坡一路干到四川省副城长 也让任正非免于被拼门的命运 任正非与孟军生有一子孟平与一女孟晚舟 都是从母姓 后来任正非与孟军离开 儿子孟平在成年后改跟父姓 改姓为任平 为任正非这派保住香火 女儿孟晚舟则保持母姓 任正非43岁才创办华为 功成名就后与姚玲再婚 育有一女姚安娜 不知是否因为已有儿子任平传承香火 姚安娜也是个母姓 也让任正非的三个小孩 孟晚舟任平与姚安娜三人三姓 9月25日 任正非的二女儿姚安娜在社交平台上发声 姐姐的飞机已飞过北极上空 很快就能回到伟大的祖国 没有祖国的强大就不会有姐姐的自由和家人的团聚 感谢党和伟大的祖国 姐姐你永远是我的榜样 是全家的骄傲 没想到打错几个字 网友评论区指出来 她一一改正 她回复评论说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从错别字比如以打成起 可以看出她不是用拼音 看来中文基础应该不是太好 另外 从她这种错别字和编辑四次的行为看 社交平台发文应该是自己亲自打理的 没有交给助理来弄 在姚安娜进入娱乐圈后 华为一直在网上称不要把姚安娜与华为联系在一起 但是最近 华为把姚安娜商标注册了 商标分类涉及到教育娱乐 机械设备 科学仪器等 以证实 华为和姚安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任正非不惜向公众道歉 也要动用华为的资源帮破格公主 说明老爷子已有强行将她捧红的超强决心啊 动用华为资源就是在姚安娜身上打上牢固的华为标签了 任正非曾说自己亏欠了子女 现在任由他们自己选择生活方式 有网友猜测 华为可能要投资影视产业 让姚安娜签约天号盛事公司 就是让姚安娜学习以备接盘 姚安娜最后能接手娱乐事业 甚至是接手华为吗 没有人能预料到 姚安娜背后有华为这样强大的企业支撑 发展的阻力不会太大 但能不能红起来就得看各种机缘和运气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